2023怎么不算人生中的重大转折呢 说出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三个转折点 1990 2004 2023 2023为什么来了 整个地方的 万万没想到最大的黑粉竟然是自己的老婆 人人跟我说 我现在是在给你台阶 如果你不走下来的话 待会儿这个台阶就没有了 哇真的瞬间我那时候就后背 松一下你是吃这套的 我们也是有智慧的女人好吗 那确实啊 她再也不给我我怎么下来呢 终于听到台阶事件的真相了 似乎觉得她在威胁我 其实她不是 她的意思你下来下来 有台阶要下来要下来 这个家你们一定要吵架吗 如果不是一定要吵架 我们就找一个点 把筷子掉到那个盆里咯 这些年周老师热眼可见的苍朗了许多 用比较简短的语言把它说了一下 说歪了 对然后 我被骂了好几年 是的 真不敢想象 朱丹做到村口 会有多少人身败名裂 有些人就是你大有没有 可以感受 等下你不要说话 等下你不要说话 加水看自己的喜好 闹了你就多放少力 带你们的话 他在这边那里就发言了 他在这边那里就发言了 没吃 提到另一半 他的眼里全是光 什么都我说出来 我喜欢吃这个 你给我买这个 和我没说我喜欢吃这个 你给我买过来之后是有惊喜的 这对你的朋友或者是对你的另一半的话挺难的 是 确实是 是吗 他能做到 周一维虽然不善言辞 但他的爱全体现在细节里 你我真的不会记这个鞋子 你坐着 你坐着 好了 现在哪是我的梳妆台呀 梳妆台 实在没有呢 那我就只能这样 把它靠边 OK OK啦 挺好看的 老婆上台主持 她会第一时间拿起手机记录 我想问周一维 你感觉幸福吗 我们问一下这位周一维先生 我感觉幸福呀 我感觉幸福呀 好像突然就理解了朱丹的恋爱脑 生气了吧 嗯 好的好的好的 解决问题了吧 决不了人生吗 决不了人生吗 脚难生 可以靠到我的腿 干嘛 你可以靠得住 周一维 你不用给我解释 但朱丹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你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俩分开 没有遇到这事 你知道沙漠 我跟这个月娥全 你知道这么大 还得工作了这么久